后三国时期都有哪些名将存在呢 击退杨户进攻 西陵攻杀叛将不产 以一己之力震慑靖国不敢入侵的东吴江陵侯入抗 继承武侯一致 十一次北伐中原 虎虎支撑乱局的蜀汉平香侯将为 多次对抗将为入侵 偷渡殷平 攻灭蜀汉的曹魏邓侯邓爱 为司马氏屡出其谋 与邓爱分兵灭蜀的曹魏万户县侯中会 大破吴军 生擒谈政 参与平定淮南三派屡献中谋的曹魏东吴侯王姬 详宜拓变 破枪玉蜀 多年镇守雍梁的曹魏阳驱侯郭怀 统领无荡飞军 击退曹爽入侵的蜀汉安汉侯王平 大破曹人 斩长雕 秦王霜 轻财重义的东吴嘉兴侯朱环 在外援断绝 曹魏三大名将为公相 坚守江陵六月 明镇敌国的东吴当阳侯朱然 坚守陈仓 恶族孔明北伐 镇守河西十余年 民一未复的曹魏镇西将军号召 二征高沟里征服东北亚 反抗司马市专权 激战中原的曹魏安一侯冠秋剑 平定冠秋剑叛乱 抵抗东吴入金 举一起讨伐司马昭的曹魏高平侯诸葛丹 多次参与玉蜀和阀位战争 只因司马市专权 被迫降属的蜀汉车骑将军下侯霸 淮南二叛 七进七出司马市阵营 汉用五匹的西进东夷校围文养